在互联网上,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新词出现,之前刚出了个内卷,现在又冒出来个躺平。 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内卷。 通俗来讲,就是只当社会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竞争,甚至是无效的竞争,来获取有限的资源。 与稍显复杂的内卷不同,躺平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与世无争。 而准确来说,躺平是指人们放弃了努力工作赚大钱的目标,而选择通过缩小自身欲望来缓解生存压力。 躺平不是一个缥缈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行动方针,不消费,不工作,不交流,甚至发展到不结婚,不生娃等。 既然得到这些如此困难,那干脆什么都不要。 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总之人耳东南西北风,无字窥然不动。 这也被很多人称之为躺平学。 目前,躺平学在微博收获了2156万阅读。 虽然南方日报等官媒批评躺平学传播了负能量,但躺平学仍然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躺平学的大火反映了年轻人的生存焦虑。 既然奋斗无望,不如得过且过。 低欲望的过完一生,躺平学的出现并不例外,与中国相邻的日本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 2017年,佛系青年在日本大火,佛系青年是指那些无欲无求得过且过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大目标,往往只维持最低层次的生活水平,他们崇尚极简生活。 没有消费,没有目标,工作也没有了动力。 在日本有大量的年轻人丧失了欲望,宛若一潭死水,由于人口老龄化,加上年轻人无欲无求,日本的经济长期陷入低迷。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是需要消费的,只有消费增加生产才能增长,如果都不消费,经济就会趋向崩溃。 而日本经济的凋敝,与日本年轻人的佛系也有着密切关系。 前段时间,格力的董明珠针对年轻人的工作求职状态,发表了她的看法,现在年轻人会把挣钱作为找工作的首要条件。 从来不思考自己到了社会能做什么,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要求高工资,可现实是不是大学生就能有高工资,而要做出成绩才行。 客观来讲,董明珠这番话并没有什么问题。 在她看来,年轻人应该脚踏实地,在积累中慢慢进步,不应该上来,就好高骛远漫天要假。 但是,当她这句年轻人找工作只看钱的话出现在互联网上,立刻就被群起而公知。 因为这句话戳到很多人的痛处。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工作、房子、婚姻、子女、父母好几座大山,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只能向前看。 既然董明珠没错,年轻人也没错,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 董明珠和年轻人的代沟,就是这个世界和年轻人的矛盾,也是不少人选择躺平的原因。 纵观董明珠的事迹,完全称得上是奋斗的一生。 儿子两岁时,丈夫病逝,由此董明珠开始了自强之路。 1990年,她加入格力从销售做起,一路拼搏到格力的一把手,成为广为人知的商业女强人。 董明珠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一群人的精神气质。 曾经有很多人,经过一番拼搏,靠读书靠经商,甚至靠打工,人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 有的企业家成为亿万富豪,有的进入体制内当上高官。 不管是主角还是旁观者,这些成功的故事都产生了巨大示范效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就能出人头地,这成了共识和信仰。 但这些共识忽略了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时代红利集中释放在60后70后这几代人身上,而绝大多数家庭都很贫穷,大家起点一样。 而当时市场经济芳心慰爱,相关法律法规又不健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漏洞。 人才稀缺文凭珍贵,因时代原因又留下了人才缺口,因此不少人年纪轻轻就被重点培育,进步神速。 应当说,这几代人是艰苦奋斗的一代人,没有谁的成功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们发展快,事业天花板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几十年的发展,几十年的积累,到了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变得五味杂陈。 如今低欲望社会降临中国,年轻人开始躺平,但躺平并非一个普遍现象,它大量集中于大学生,尤其是小镇做题家群体。 小镇做题家也是一个网络词汇,只出身于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硬食,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为什么是这个群体?很简单,因为其他年轻人没条件或没必要躺平,比大学生低的,比如外卖、快递员、工厂打工者,他们家庭条件不好,家里没有鱼粮可吃,在大城市一个月不挣钱,就可能流浪街头。 因为他们根本没条件躺平,想躺平也躺不了。 另一个群体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中上层,这群人出身优越,父母早就安排好了工作,这群人生来就有金钥匙,因此没必要躺平。 躺平真正聚集的群体,主要是那些出身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寒窗苦读12年,父母为了他们能考上大学,更是耗尽了心血,他们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的期望也是极高的。 都希望通过努力能留在大城市,实现阶层的晋升,但目前来看,这个理想实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就拿房子来说,北京海淀区五环,房价六七万一平,八十平米的房子要五百多万,一个985、211的大学生,即使月入两万,一年也才24万,他需要至少二十年,才能买一套房,这还是在不吃不喝,房价稳定不会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20年前,大学生还比较少,那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后来大学逐步扩招,加上学校的专业与市场不匹配,导致大学生的竞争力逐步滑落,而这几年的考研热,让研究生也开始贬值。 学历的迅速贬值,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迅速降低。 20年前,大学生的收入很有竞争力,但到了今天就未必了。 根据2020年毕业生薪酬统计,即使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仅在一万左右,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可能也就那五六千块钱。 这样的收入和房价相比太过悬殊,即使工作五六年,也未必能月入两万,在一二线城市买房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从房价收入比也能看出,北京房价收入比是22.5%,深圳是24.4%,而1990年的日本东京是20.3%,中国的房价成为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21世纪资本论对这一过程有更详细的描述,该书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核心原因在于资产收益增长远高于劳动收入增长,最后的结果就是富人凭着利息就能盆满钵满。 普通人不管多努力都赶不上资产利息的领头,一个富人在余额宝里存一千万,一年的收益就是二十万,一年什么都不干,就超过了90%的工薪阶层,这还只是保底投资。 中产富人们靠着收租和利息,就完爆努力奋斗的大学生。 普通大学生要想得到大城市的户口,除了买房外,只有嫁娶当地人,或者进入体制两种途径,他们只能加入工考大军中,导致工考也出现了严重的内卷。 可以说,普通的大学生要想人生逆袭确实太难,他们沿袭了父母辈的人生目标,却没想到实事已变。 由于他们的期望与现实差距过高,面对似乎无法实现的愿望,他们就选择躺平来进行抵抗。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下,他们成为了内卷躺平的概念发明人,也成为了社会中最激进的群体。